这些心象征全体同仁要用贴心服务让高雄线亮起来 用贴心服务让民众感动 让贴心服务扩散到高雄线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带动公部门为民服务向上提升的力量 歇府人士处特别举办大爱公部门超感动服务成果发表会 发掘出的每一段让民众感动的贴心服务小故事 都能够化为一股力量 让百万县民感受到幸福 也让县府积极推动的变民效率连能成为新文化 我上任以来我想我就一直认为说 我想我就秉除说这个人在公门好修行 正是人在公门好修行 以前我当公门那像大告示 中正路的地下道是我兼工 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每经过到地上我跟他说 这个爸爸做了工程 他记得我都记得 到现在都记得 这个让很多人很快速可以到公门市 你看这个就功德一件 所以我真的是人在公门好修行 人在公门好修行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都在掌控在我们这个人生公癌生涯里面 公务生涯里面 他尽量来做功德 那次大爱公部门超感动服务成果发表会 公计有15位县府同仁接受表扬 会中也安排贴心服务的小故事与与会者分享 场面温馨感人 等等 但是呢 我发现